扶人爱去年7月和蒋红杰离婚 迅速扶正和她爆出轨的横冰高帅男 日本媒体之前还一度预测 两人会在今年1月再婚 虽然目前还是没有消息 不过小爱的工作运似乎也变好了 27日她在微博开心宣布 自己多了一个总经理头衔 她说非常荣幸当了WTT世界平联日本区总经理 以后会为了世界乒乓球的发展进最大的努力 她也为此拍摄影片 影片中的她气色颇佳 嫌弃美貌被好多中国网友大赞 搞事业的女人最美丽 而扶冤爱从离婚至今都没有来台看过小孩 已经习惯附带母职的江洪杰 日前就在深夜罕见吐露心声 只见她晒出两个小孩玩乐的照片 写下有你们就好 让人看了格外心疼 此外江洪杰剖出的金矿照更是让人担心 照片中她脸颊销售许多 神情也有些犹豫 不过她问了一句 大家是不是可以期待些什么 也让大家风猜她是不是有新的演艺工作计划 已经太期待看到不一样的小杰拉